你能想象一个正义的警探 被扔进一堆他亲手抓进牢的囚犯中 会发生什么吗 戈登先替你试试 上集讲到戈登 惹到了谜语人 被谜语人陷害进了监狱 这天他在放风时发现 周围有许多熟面孔 但他们一个个都恶狠狠地盯着戈登 戈登明白 这里没有一个人希望他活着出去 就在戈登准备应对风险时 哈维来了 当他看到戈登还在笑时 他就放心了 他告诉戈登 我已经重新开始调查你的案子了 其中肯定有我们疏忽的地方 你再等等 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我听说有很多人想置你于死地 戈登说我会注意的 对了小莱怎么没来 听完哈维脸色就变了 他告诉戈登 小莱因为压力太大流产了 戈登听完心里瞬间戈登了一下 仿佛丢了魂一般 随后转身离开 哈维急忙喊道 但此时的戈登 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仿佛行尸走肉般走回了牢房 此时一个光头过来找戈登麻烦 但现在的戈登哪里还有反抗的心思 被光头一头撂倒 见戈登没反应 旁边的犯人也凑了上去 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幸好一旁的黑人御警 及时过来阻止 可见犯人们对戈登的仇恨有多大 如果御警不阻止 戈登根本活不下去 隔天黑人御警过来告诉戈登 今天是电影之夜 俗称黑暗之夜 因为所有人都会在小黑屋里看电影 而我们则在屋外 所以经常会发生各种血腥案件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听完戈登 心里戈登一下 虽然他做好了准备 但是实际情况更严重 电影刚一开始 光头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拿出了一把刀 但刚想行动 就被周围的人截足先登 朝着戈登 疯狂地捅了起来 边捅边说 你死了你知道吗 你死了你知道吗 见戈登不明白 又一头撞晕了戈登 此时黑人御警赶了过来 摸了下脉搏 然后说了句 之后戈登被装进了黑色塑料袋 推出了监狱 但就在运上车时 戈登竟然坐了起来 另一个御警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从身后出现的哈维 一棍子敲晕 原来这一切都是哈维计划的 他先让人用假血伸缩刀 造成戈登被捅死的假象 然后通过黑人御警证明 他已经死了 随后推出牢房 敲晕御警救出戈登 但戈登却犹豫了 戈登不想走了 他说我是属于这里的 这可把老黑和哈维气得半死 直接说你知道 我们为了救你费了多大的劲 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吗 你怎么就不领情呢 你回去了 我没事 老黑不得丢掉工作了 再说有人害你入狱 导致小莱压力过大流产 你就不打算把他揪出来吗 一连串的发问 说服了戈登 而当戈登从车上下来时 他见到了一位熟人 正是法爷 法爷说我别的没有 就是小弟多 监狱里我还是有点人迈的 但你还是要谢谢哈维 如果没有他 我根本不知道你的事情 现在你要认清现实 你要么带着小莱跟着我走 从此隐性埋名 要么回去抓住那个陷害你的人 戈登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了远处低歌坛 看着那个 让他又爱又恨的地方 他决定重回歌坛 揪出陷害他的人 夺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戈登会查出 是迷语人陷害他的吗 当迷语人见到他还活着 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现在集结着讲 关注郭说 今晚还有三集 Good luck with that